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義尼金蕉 大家好,我是紅森林的甲蟲老師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義尼金蕉 他們呢,其實抓力不強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一直掉下來 金蕉呢,是非常好飼養的一種甲蟲喔 既然會叫義尼金蕉 那產地就是在義尼囉 等一下我們來介紹如何飼養它 這一盒呢,是朋友送的野生的義尼金蕉 我們可以看到,野生的話 它就是綠綠的這樣喔 不像現在的義尼金蕉 非常多種顏色 這些都是靠雷帶雷出來的 不同顏色的公蟲與母蟲配出來 會產生新的顏色出來喔 所以呢,義尼金蕉是非常多人喜愛的一種蟲 因為它的顏色變化實在太大了 公蟲跟母蟲怎麼分辨呢 很簡單 公蟲的話,翹翅與胸都是霧面的喔 進捷前端有個扇狀的片狀物 非常的特別 那母蟲的話,翹翅與胸就是亮面的 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有些大二好長 有些大二短短的 這個就是幼蟲的時候有沒有照顧好了 幼蟲的時候如果給它大一點的容器 有照顧好 它呢,會比較大型喔 但是呢 如果一瓶到底 而且用的容器 又太小 它可能就會 養出來就會小小一隻 差別很多齁 印鈴金銷非常的愛飛 你看它突然飛起來了 一年金銷,壽命不長 成蟲的壽命大概半年左右 那幼蟲期也很短喔 母蟲的話大概三個月左右 它就可以羽化了 超級快 公蟲的話大概四五個月 也可以羽化了 印鈴金銷 投產也蠻簡單的 分別把它們抓出來交配 用一個小小的容器 小空間 讓母蟲沒有地方跑 然後工蟲把它放上去 他們就會交配囉 但是如果沒有時間看 也可以把它們關一起 一兩個禮拜 母蟲就可以直接投產了 印鈴金銷呢 它投產也蠻簡單的 我們就用高發酵木屑 像我這個是用2200的容器 那我們要木屑壓很緊喔 把它壓緊之後呢 鋪上一些 產木片 讓它攀爬 我們把它 產木片鋪滿 讓它到處都有的抓 如果沒有產木片呢 撿一些樹枝 或是放一些水苔都可以 我習慣呢 都是整顆果凍放進去 讓它吃 好 接著呢 我們就把母蟲放進去 好漂亮對不對 把它放進去 印鈴金銷的話 卵期很短 兩三個禮拜 它就可以孵化了 所以呢 我們會抓一個月左右 或是一個半月 再來開這個產房就可以了 所以我開上筆子 寫上標籤 記錄今天的時間 這樣才不會忘記 這樣就完成印鈴金銷的產房了喔 這邊有一隻 印鈴金銷的幼蟲 我們可以看到 它蠻小隻的 這隻呢 看起來是山林的母蟲 那一般呢 我們母蟲的話 可以用250cc的 或是480cc的 就可以直接養到魚化了 好 現在我們幫它 裝到容器 敲的話 木屑記得要壓緊喔 把它放進去 蓋上蓋子 寫上日期 這樣就好 如果母蟲的話 這一杯 可以直接放到它 魚化 因為母蟲 幼蟲期大概三個月左右而已 所以我們直接把它養到魚化 是沒問題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盒 印鈴金銷非常的特別 因為當時開產房的時候 幼蟲都放在同一盒裡面 結果 把它們遺忘了 都沒有換木屑 所以從頭到尾都沒有換過 結果它們都在底下 我們看到 都化油了 一杯裡面 它們就可以在裡面 全部一起化油了 我們 可以看到 這樣一個洞一個洞 都已經在化油了 這隻看就知道是母蟲了 這邊也有個洞 同時這邊有看到兩隻 要記得喔 只要是混氧的會土 從來沒有換過 都爛掉這一種 通常出來 體型就會很小 像這隻呢 飼養容器就比較大 我是養在1000cc的容器裡面 不過呢 看起來是母蟲喔 結果它還蠻大隻的 所以飼養容器越大的話 蟲會養的越大隻 這邊有一隻公蟲 我是飼養在480cc的容器裡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已經有 紅紅的反光 表示它已經羽化成蟲了喔 我們把它倒出來看看 我們可以看到 它蓋了非常長的勇士 其實這樣的動作不太好 因為它花了太多力氣去蓋了 其實如果適合它的勇士 夠大就好了 這一隻已經做了半杯的勇士 太長了 不過還好 體型看起來還可以 而且顏色非常的漂亮 有成功羽化都好 好 印尼金敲支撲期也非常的短 三四個禮拜就可以過支撲了 那現在呢 因為不知道它羽化多久了 我們還是會把它放到四億點的水苔裡 讓它過支撲 等到它到處亂爬很有活力的時候 我們再來餵果凍 好 好 我們先把它放到一邊 我們來看另外一盒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盒裡面也是有反光 好像這隻勇士就沒有做到那麼大 對不對 省了一點力氣 這兩隻呢 因為都還在支撲 所以呢 我們把它放到很濕的水苔裡面 好 像這個容器呢 是四十百八的容器 要非常濕喔 但是 不可以積水 當然也可以直接用倒的方式 直接倒水下去 然後再把水苔的水分抓均勻就好了 你看我是噴得非常濕對不對 好 然後再稍微捏 好 這裡的地方還是有點乾 所以我們會再噴一下 因為用噴的話 其實你 壓個三十下 也沒有幾兮兮 所以有時候我會用倒的方式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我們直接把蟲呢 抓進來底部 拿水苔把它蓋上去 好 讓它不要躁動 蓋上去 讓它不要躁動 飼養溫度呢 乘從我會抓 22到27度中間 其實它們是非常好飼養的 那因為我這邊是有溫控 所以可以用這種 布丁杯來飼養 但是呢 如果各位朋友 家裡是沒有溫控的呢 就要用更透氣的飼養容器來養 因為只要透氣度夠好 它們壽命就會相對的比較長 來 我們把它抓出來上手 印尼金的抓力很小 而且它的勾爪非常的小 非常的細 所以不用怕上手之後會痛 印尼金敲行蟲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喔 有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最後祝大家養出顏色多變 非常漂亮的印尼金敲行蟲喔 不管你年紀通通抓力都很弱喔 不是啊 它們緊張 然後就那個 會縮腳 對 有沒有 我們今天呢 要來介紹 歡迎訂閱紅森林頻道 並請分享 點讚 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想看甲蟲老師拍哪種甲蟲 也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喔